比比现在出到篮下凯文马丁好的 今天上午呢还专门跟这个河天队的这个火花头在对位 因此对他们来说呢就防守的位置是最重要的 断了现在比比推进速度很快被秦米杰克逊反规干扰了一下 秦米杰克逊呢在前一个赛季是效力于国王队 那么当他在转回而来之后呢是四场完败 四场完败但其中呢就是上午在这个训练中的这个范干笔 专门研究最后几个球员最后两分钟最后三分钟的打法 说那四场比赛失败有两分有连续三场 后面的连续三场都是在火箭队里的投手 对于人呢就离开一走的距离 实际上就是 怎么样来调整一下 那么上半场呢第一节主要火箭队呢 看出就是打得很不很不熟练 好球两位篮板球抢得不错 对手是推倒在地 这个很狠压制住了国王进攻 看这边必比远距离三分九 而且他恰好是在国王的老板马鲁 以同样的方式回敬一个 可是这个不是三分九 查理我得这一次呢是 防守犯规 由麦克比比呢来执行罚球 我们在上海呢这个比赛是门票分为了四等 A B C D 就是嘉宜丙丁 那么A级票呢就是最好的票是1980 定价 那么B级票呢是980元 那么C级票呢是这个380元 B级票呢是220元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包厢票 那是也是为NBA的公益活动而来 对昨天呢他们就一起参加了 姚明回到母校这个关路一小时 就有分数进账 姚明拿到他的 还不是一分钟两分钟 我还要让他多打一下 这是一次失误 麦克比比 非常轻松的讨栏成功 他能如在防这样的这个快攻的时候 还是显得身材太 实际上大家在观看这样比赛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季前赛的含义 那么这是在磨合队伍 为常规赛更好做准备 好球刚才是麦克比比 又是右侧的一次远头